今天在座的各位我相信都是这样的人 首先非常明确自己为什么要经营爱多美 其次也知道如何去经营爱多美 而且当我的伙伴向我取经的时候 我也可以很好地指导他们详细进行讲解 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那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这样的人 真的吗 哇 那看来我今天不需要进行演讲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 是的 其实啊我经营爱多美已经有九年了 今年算是第十年了 经营爱多美事业只要明确三大要素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也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三大要素 大家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们就把这个你知我知的内容 也要正确地传达给我们的伙伴 那么这三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Y 为什么 第二个呢 就是Y 什么 那第三个呢 好 怎么去经营爱多美 只要正确理解这三大要素 经营爱多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为什么要做爱多美 理由是什么 我到底想通过爱多美获得什么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树立明确的目标和梦想 那么关于这个目标设定呢 我们每月来到成功学院 通过填写人生规划 我们都会不断地进行完善 所以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到底为什么要做爱多美 我想通过爱多美获得什么 必须要明确 只有这样呀 我们才不会放弃 也只有这样不会动摇 有朋友说 有其他来钱更快的地方 或是你这样的人也可以赚大钱 不会被这种周围的诱惑所动摇 Why Why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第二大要素呢 What 什么 爱多美到底是什么 就是要对爱多美事业有个深入的了解 爱多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爱多美销售的产品是什么 以及爱多美的奖金制度如何 是如何分配的 我们必须要有个明确的了解 今天在座的各位对这些内容 是不是都很了解 我有明确的目标 明确的梦想 而且对这个事业呢 也有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第三步呢 就是How How 对吧 是的 爱多美到底要怎样去经营 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方法论 今天我要着重讲的内容就是 Why 还有呢 How 这两个方面 我在经营爱多美之前做了很长时间自己的小买卖 个体户经历长达15年 大家对自己的人生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是非常认真还是得过且过马马虎虎 经营爱多美事业呢 是认认真真还是马马虎虎 是的 非常认真 我也真是非常努力的生活 15年里开过服装店 开过粥铺 做过销售 卖过书 也卖过保险 真的是认真的对待每一天 但自从我经营爱多美开始 发现有个特别神奇的事 有一天 一位成功人士这样对我说 不要努力去经营爱多美 我当时心想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位成功人士说 不要光努力 而要正确去经营 我恍然大悟 非常赞同 大家应该听过这样的话吧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听过吧 当然 这句话不是说不要加速 而是首先要确立正确的方向 这是我们要到达的方向 我们的终点 要先确定我们要抵达的终点 如果方向错了 只是埋头努力去做 反而却是 背道而迟 所以 不要只是想怎么提速 也不要只是想埋头苦干 一定要找准方向 找准方向后 再快马加鞭 所以说呢 Y和How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记不清是去年还是前年 因为经营埃多美事业以后呢 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 一年前的事仿佛就像昨天发生一样 没什么时间概念了 有一天 一位尊王大师这样说道 有爱多美这么一个既准确又完美的工具 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成功的彼岸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无法获得成功 中途放弃呢 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甚至有人辛辛苦苦 进了三到四年 为什么还会中途放弃呢 他说 我看到这样的场景 真的是非常的惋惜 他问我 这到底问题出在哪 我说 是不是因为他们对埃多美 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啊 没有明确的目标呀 或者没有按照成功八大法则去做呀 当时那位尊王大师这样说道 埃多美也需要八核心 其实应该早就开始八核心了 很多人觉得自己非常努力去经营埃多美 而且方向也没错 但是呢 正确与否 无从考究 无法判断 无法衡量 无法判断就不会有提高 不会有改善 跟很多人商谈的时候 要明确自己哪些方面做得好 哪些方面做得不好 需要改进什么 但因为我们无法每天都跟着他们 看他们是怎么去经营埃多美的 所以也就不知道对方的问题所在 但如果如实按照八大核心去做 首先可以自我检测 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 而且与推荐人商谈的时候 也知道自己哪儿偏了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有八核心 我是一个动作非常快的人 一听到这番话 马上付诸实践 就开始向大家讲八大核心 还建议我的合作伙伴 也去实践八大核心 至今已经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了吧 那么我亲眼目睹了 诚实实践这八大核心的经营者 明显得到了改善 所以我才恍然大悟 这八大核心对经营者真是非常重要 我与很多合作伙伴商谈的时候 很多人这样抱怨道 我真是起早贪黑 披心戴月牙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做爱多美 但是我的推荐人呢 不但无法给我提供帮助 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妨碍我 我真是有点冤 我这么努力去做 他这样边哭边向我倾诉 我为了经营爱多美 正是付出了很多 甚至把我的孩子托付给我 其他人去照看 不能照看好我的自己的家庭 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推荐人不帮我呢 但是呢 我听完他的这番抱怨后 我说 你不要努力去经营爱多美 他听完我的话以后 一脸的惊讶 用一头雾水的表情看着我 我说 你越是努力 你的心就越感到空虚 不要光努力 你要正确的去经营爱多美 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 然后我告诉他 怎样去正确的经营爱多美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埋头苦干 最终呢 一味的埋头苦干直到放弃 所以方法论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要怎么去做 其实一说到八大核心 人们的反应也分两种 一部分觉得应该实践八大核心 另一部分觉得 哎呀 怎么又拿来新一套 又要做八大核心 光实践成功八大法则就够了 做爱都没能坚持三个月 就够了不起了 现在又要做什么八大核心 到底想让我们怎么样 也有这样抱怨的人 首先啊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去实践这八核心 如果大家细心观察 许多成功人士 不难发现这些成功人士 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习惯 戴尔卡内在自己的著作 《人际关系论》中写道 他通过调查许多成功人士发现 这些成功人士 不是具有什么超人的能力 他们啊 其实就是具有一些相同的 非常与众不同的习惯 其实八核心就是成功的习惯 习惯 如果我们养成了这八核心的成功的习惯 成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所以它就像清单一样 每天可以自我检测 八核心不是让你整天到晚 去做八核心 如果我们只要养成习惯 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去做到 我虽然不是个脑科学家 但曾经读过一位脑科学家的书 我们的大脑里有个叫神经界的部分 如果反复地去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在这神经界里面刻下记忆 即使不强迫自己去做 也会下意识地自然而然地去做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想想大家是不是有自己经常来往的路 比如上班的路 长去的路不用刻意去想 潜意识地开车就可以到达 但如果有一天 不是去上班 而是去见朋友 是一条新路 如果稍微一走神 习惯性地开车 你会发现 你不自觉地就踏上了上班的路 这就是大脑的记忆 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 所以这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今天在座的各位了解八核心 下旧心从今天开始就做八核心 可能吗 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习惯 我们的身体还没完全适应这八核心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刻意地反复地去采取行动 要每天不断反复 这点非常重要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演讲题目 Everyday eight cool 每天都要实践八个核心要素 如果这八核心逐渐完善 逐渐被大脑记住 那么到时候 即使我不刻意去做 强迫自己执行八核心 你会发现自己不自觉地 在身体力行这八核心 这样日复一日 你会发现 你已经站在离成功非常近的距离了 我们要均衡地去实践八核心 必须要维持一个平衡 这个图是不是很熟悉 是的 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是的 就是我们每个月都拟定的人生规划 第一个要素呢 就是读书 大家一定要读书 一提到读书啊 有些人就开始抱怨了 我天天忙得要死 哪还有时间去读书 每天见消费者忙得要死 哪还有时间读书 问我有没有做过 我做过 我也是从零开始的 没有任何下线 就我一个 我也是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也都经历过 为什么要读书呢 大家觉得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了变聪明吗 那对我来说呢 读书就意味着变化 成长 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想法 而是改变行动 为了我的变化与成长 我们必须要读书 在我们的手机当中 有大量的信息 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但我们的手机 只是在收集信息 原封不动的把信息 装入脑子当中 但读书呢 可以改变我的心 改变我的想法 改变我的行动 读书就是有这种力量 所以呢 为了我的变化与成长 我们必须每天坚持读书 不是让你一天到晚读书 每天只要读十分钟 五分钟就可以 或者十五分钟 每天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一点一点积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每天要见很多人 要说服对方 让他加入我们到团队 说服对方购买我们的产品 说服他加入我们的团队 一起经营爱多美 但大家知道 最具有说服力的武器是什么吗 就是我自己的变化 这位人如果看到我发生了变化 自然会去思考 爱多美到底有何种力量 能让他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做了爱多美 他的言辞发生了变化 行为举止也发生了变化 习惯也发生了变化 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武器 难道不是吗 就是我的成长与变化 所以我们必须要读书 我向大家推荐几本书 戴尔卡内基的人际关系论 这本书一定要读 而且至少要读五遍 人际关系论讲述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所有成功人士 都有与众不同的习惯 而且呢 他们的周围 又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那么要如何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呢 人际关系论就是讲了这个方法论 还有一本书是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书 或者与自我开发有关的书籍也可以 读了这些书 你会发现你的言词发生变化 周围人会很惊讶 你竟然能说这么高档的词汇 所以呢 为了我的成长和变化 要每天坚持读书 那么大家要自我检测一下 是不是每天都在坚持去做 那么第二 第二个要素就是看VOD 为我自己加油打气 而且还可以间接的体验 其他人是如何获得成功的 前面已经有推荐人 验证过的事情 我何必再去走弯路 试错呢 所以呢 去听成功人士的演讲 可以让自己少走弯路 让自己更快更顺利地走向成功 所以大家一定要每天坚持看VOD 不需要看一个小时长的 15分钟的 20分钟的都可以 重要的是每天要坚持看 那么第三个因素 就是参加会议 我想说这个参加研讨会的重要度 是百分之百呀 百分之百 为什么要参加会议呢 现在我们这种活动也是参加研讨会 像埃多美举办的成功研讨会 一日研讨会 地区研讨会 副业家研讨会 以及这种制动销售大师培训等等 这些所有会议大会 研讨会去参加这种活动 就是参加会议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参加研讨会呢 为什么要去做呢 你说对了 为了充电 获得正能量 为了进一步坚定信念 我为什么要做爱多美 Why 我做爱多美的理由是什么 进一步去巩固我的信念 其实人的意志是非常脆弱的 如果说我已经获得了成功 不再住在这里了 那我的热情会不会持续呢 一定会熄灭的 当然不会一下就熄灭 不会纠结我要不要去做 因为我已经获得了成功 但是呢 对于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呢 我的习惯 我的行为 我应该坚持的习惯 会慢慢的被淡忘 人就是如此的不坚定 所以需要大家来到这种场合 不断的为自己加油 并不断从中 奢取正能量 因为对我们直销事业的评价 并不是很好 是有偏见的 当大家向周围人 介绍事业的时候 因为世人对直销事业的偏见 错误的认识 常常会受到周围人的拒绝 并听到一些人的消极的言论 每当这个时候呢 参加研讨会 就会浑身充满力量 是的 我也可以做到 我也一定可以取得成功 有这种热情 就是为了奢取这种正能量 所以大家一定要百分之百的保证 按时参加研讨会 它是一个能不断赋予大家能量 还有热情的这么一个机会 第四个要素是什么呢 不是销售产品 而是使用产品 这个也需要大家百分之百的去实践 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先试用产品 购买爱多美产品 不是费用支出 而是一种所得的结构系统 消费者自己使用产品 并向周围人推荐使用的时候 不是支出 而是以所得的形式 重新返回给自己 也就是说 由消费者转换成经营者 这一个角色 如果不亲自使用产品的话 那如果这样的话 让想让消费转换成所得 去经营爱多美 这是非常的难的 所以必须要自己先去用产品 反正爱多美是日常生活用品 自己先使用 如果产品真的物美价廉 那么可以很自豪地向周围人介绍 而且推荐给他们 这也是在建立自己的会员体系 但若自己不亲自使用产品 我都没有体验过 是无法向周围人炫耀的 当自己称赞爱多美的牙膏 有多好多好的时候 对方想知道 化妆品 但是如果我没有用过 怎么办 只能说应该会很好 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如果一位销售 现代汽车的营业人员 开着奔驰 向大家销售现代汽车 那么大家还会相信 那位做销售的吗 自己都不开的车 如何向周围人推荐呢 所以大家家中用的生活用品呢 必须要是爱多美的产品 而不是从网上或者其他超市购买的产品 必须要换成爱多美的产品 必须要亲自使用 大家要天天检查自己 是不是在亲自使用爱多美的产品 那么第五个是什么呢 就是进行事业说明 事业说明对吧 要进行事业说明 对于事业说明来说呢 一个星期至少要进行三次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没有下线 没有人愿意跟随您 就是因为你没有讲清楚 这个爱多美的前景 事业说明呢 就是要说服周围的人 去加入我们的团队 不是说让你去宣传我们的公司 或者说有什么建立多大的一个营销策略 即便是不是这样 你只要跟他讲清楚 你为什么要去做爱多美就可以 我想通过爱多美获得什么 把我的理想 还有我的目标告诉他 而且呢 要告诉他 我使用爱多美产品以后 有哪些益处 以及实现公司全球化等方面的内容 面对当前的困境 询问对方 你是不是有应对方案 你有没有什么计划 我有 就让他去加入我们的团队 或者呢 让他去听一次爱多美事业说明 这才是事业说明应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跟他去分享爱多美的前景 去听一下爱多美的事业说明 要检测一下 我每周是不是至少进行了 三次以上的事业说明 像我所遇见的人讲述 有关爱多美事业的远景 通过实践第五个因素 可以随时检查自己 有没有试着邀请周围人与自己一起经营爱多美 那么第六个呢 就是推荐给消费者 要推荐给消费者 向消费者推荐呢 至少呢 要确立50位固定顾客 50名 这些固定顾客呢 当然他可能是加入了会员 或者是没有加入会员 这都是没有关系的 我必须要进行持续的管理 而且与他保持联系 是我的固定的顾客 我的会员 建立50名固定顾客 如果觉得这个50人多的话 那至少要建立30名固定顾客 这些固定顾客呢 持续使用爱多美产品 把建立固定顾客 作为自己其中的一个目标 关于推荐产品呢 我们每天都在进行吧 有消费者才会有销售额 才可以为自己积累积分 这样自己才可以赚钱 所以大家要每天向消费者推荐 并管理好自己的消费者 每天向新人推荐产品 去见那些正在使用爱多美的人 这样将50名固定顾客 名字一一记录在本子上 我今天向所见的人传达哪些信息 介绍哪些产品 他使用什么样的产品 反馈是什么 要一一进行管理 这样我们要建立我们50名固定顾客 这就是我说的第六个因素 那么第七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进行商谈 商谈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找到达成目标的正确方向 找到达成目标的正确方向 必须要先做到这一点 让自己的努力不白费 才可以顺利实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检查 自己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所以呢 大家通过亲自实践这八核心 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 以及自己哪些方面做的不好 哪些方面做的好 应该对这个方向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商谈的时候呢 不要抱怨 千万不要抱怨 抱怨只会让时间渐渐流失 像我的推荐人伙伴这样说 没有人听我的 我的丈夫呢 又生气了等等等等 像这些比较消极的话题 不要去讨论 要讨论有关经营爱多美事业的事情 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可以通过商谈 找准经营爱多美的正确的方向 而且呢 进行商谈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批判或者是指责对方 如果自己去找推荐人进行商谈 商谈的过程当中 如果对方不断地判断自己 批判我 心中会产生不满 一旦有不满的想法 下次就不想再进行商谈 所以呢 商谈的目标是 给予对方鼓励 勇气力量 即使对方做得不好 也要像这样给予鼓励 你还需要点时间 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们再继续努力好不好 当然有些时候呢 还需要坦言相告 这个跟指责是完全不一样的 您不是没有实践八核心吗 一定要实践八核心 如果你下次不实践八核心 我就不再跟你商谈了 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如何去经营爱多美的 也不知道你要去改进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去实践八核心 必须跟我一起去共同实践八核心 我们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一定要定期进行商谈 那最后一个呢 第八个要素 必须要建立信任 说到建立信任关系啊 有一个伙伴 新高采烈的跟我说 我昨天去建立信任关系了 我昨天呢 邀请对方一起去见面喝茶 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了 不是让你去特地抽时间 跟他去建立信任关系 建立信任呢 是要求大家以身作则 就是说我先来做 那么让他觉得我是一个靠谱的人 让他去参加我的这个团队 我必须要以身作则 不说谎 一旦与对方许下承诺 即使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也要努力坚守彼此间的承诺 这才是建立彼此间信任的方法 所以呢 一定要有个合乎常理的 正常的思维方式 不要进行金钱交易 有些人经营爱多美事业的时候呢 觉得推荐人都很赚钱 就向对方借钱 然后告诉对方 等自己下个星期入账的时候 再还 如果这样做将打破对彼此资金的信任关系 同样大家来经营爱多美事业 推荐人却不停地向自己借钱 这种行为会让大家觉得爱多美事业不赚钱 这是一种破坏信任关系的一个行为 所以千万不要与我的这个推荐人 还有合作伙伴去有金钱往来或者是借用信用卡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建立信任关系 另外绝对不能搞不正当的异性关系 有些事业者本来有自己的家庭 是有夫之父 在爱多美经营事业的时候 因为经常与某些人见面 渐渐向对方产生爱慕之心 大家千万不要这样 年轻姑娘与小伙子互相交往 没有问题 因为属于正常关系 但对于那些已有自己家庭 而对第三者产生好感的人 或者孤男寡女 两人经常单独共坐一车 这种行为对周围伙伴们来说 是一种失去信任的行为 所以关于建立信任关系呢 在自己遵守原则的同时 努力正确的经营事业 他的话我比较相信 这个推荐人说的话 我就一定会照着去做 另外一定要与消费者约定的时间内 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为遵守彼此的约定而做出努力 这些才是正确建立信任的方法 这八核心是在检查自己 每天都在从事哪些活动 所以为自己设定一个月的目标 大家通过检查自己 今天关于八核心的实现情况 一定会发现自己有偏向 心以为常的东西 大家做得非常的好 那不做的呢 他就不爱去做 所以呢 将一个月的成果进行一个打分 你就会发现什么做的好 什么做的不好 然后呢 把它连接起来 就会形成一个凹凸不平的一个形状 那么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让它形成一个圆满的圆形 可以好好运转的车轮 所以呢 必须我们要完全的去实践这个八核心 让它习以为常 那么大家离成功呢 就越来越近了 我刚才所说的内容当中 有难的内容吗 最难的是什么呢 最难的是什么 每天坚持就是最难的 这些没什么难的 每天坚持才是最难的 无论怎样强调一个月可以赚一亿 一亿五千 你不付诸于实践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是检验 大家是否付诸于行动的列表 通过查看 哪里存在不足之处 来进一步进行完善 让车轮可以正常的运转起来 这是一个让自己最终 可以走向成功的 并时刻检查自己行为的清单 即使无法完美的完成 清单上所要求的内容 重要的是自己付诸于实践 即使是只实践其中一个 也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呢 每天按照这个要求去做 最终取得成功 大家今天的生活状态 是自己三年前选择的结果 从今天开始 很快又有三年过去 如果大家每天按照 以上八核心付诸于实践 每天坚持 并渐渐让自己的身体 适应这一习惯 三年后 大家将以成功者的面貌 出现在这里 如果大家只是不断地 找理由为自己推脱 明日复明日 觉得很难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三年后 你的样子呢 和今天的样子 没什么两样 所以大家要坚定 自己的意志 不断坚持实践八核心 最终取得成功 谢谢大家